大家好 欢迎收看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陈湘怡 但您关心诈骗案件层出不穷 而且又有新手法 台中市刑大接获报案 诈骗集团看准了民众急需贷款 以保证通过等话术要求提供账户 提领不明来源资金 但这样的做法呢 恐怕会让自己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兼提领车手 呼吁民众千万当心 问题是6万怎么可能 我觉得看起来那个就是假 银行行员直觉有误 因为有名男子到银行 拿出6万元要汇款到陌生账户 你是不是有给他钱 没有 西装笔挺的男子假冒退休机师友人 将高龄87岁的奶奶邀约到超商 同样也是诈骗要骗取他的40万积蓄 像这样的诈骗案件层出不穷 不过最近有警方接获民众报案 由诈骗集团利用民众急需贷款的需求 推出了新的诈骗手法 探准民众急着用钱诈骗集团假冒银行专员 以不收手续费 保证通过等话术博取助益 接着声称民众信用有瑕疵 必须包装金流才能通过银行审核 要求被害人提供名下账户将来源不明的金额领出 交给派来的助理 这一来一往之间成了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兼提领车手 不仅账户招警示 还需承担诈骑的刑事责任 这些都是诈骗集团惯用的伎俩 民众虽然没有金钱的损失 但是诈骑金额一旦入账 并被提领 能有金流记录下来 能会涉嫌诈骑罪罪 根据统计台中市今年1月至今 假借银行贷款诈骗案件共发生54件 警方呼吁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避免在网路找寻贷款专员 以免成为诈骗集团同路人 深入台中偏乡的小黄公车迈入智慧化了 台中市服务范围遍及21个山海豚 22条路线的小黄公车 日前推出了跟公车一样 可以在台中公车APP 以及台中即时公车动态资讯网站 来提供站点及即时动态斗战资讯等 让偏乡市民搭车前 可以先查询也减少后车时间 以为我拿着手机在这里等的是公车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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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市府推出的小黄公车 也可以跟着公车动态一样 利用APP查询倒战动态 一开始我们是用这个宣传单的方式 我们把字体放大 然后方便长者来阅读 那不过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路线更多 服务也更扩大 那尤其有一些路段我们是谁遭谁停的 所以在等候的过程民众会有一些不确定感 那所以大家搭公车也都有习惯看台中公车的APP 所以我们让这个小黄公车在我们台中公车的APP上也动起来 为了协助偏远地区民众搭乘公共运输的权益 台中市府加强偏向公车服务 扩增小黄公车的路线到22条 涵盖21个山海屯行镇区 行进139个例全程免费 才随朝随停或是事件预约的方式搭乘 而靠两只卫行手机普及率已经达到了9成 交通局从原先只将发布时间公告 增加将小黄公车资讯也放上台中公车APP 及台中即时公车动态资讯网站 让偏向地区民众不管是就学童外出长辈 都可以透过APP查询到站预估时间 也可以及时掌握小黄公车位置 民众各个都搭载相当方便 比较习惯使用手机的族群的话 我觉得应该才蛮方便的 可以让很多的民众到这边的时候 可以知道说大概多少时间就可以到这边了 我觉得蛮方便的 小黄公车长致会线在偏向地区的民众 都能透过即时APP系统了解到站资讯 减少后车时间 享受更安心便捷的小黄公车达成服务 S型的法夹弯常常会吸引重机骑士 要来展现过弯的记忆 而台三线新竹线额每向89.4K路段 5年来发生了38起超速失控伤亡的车祸 今年4月设置了北上测速照相杆之后呢 效果显著 南下测速杆呢也已经是设置好了 11月15号就要启用开拍速线60公里 汽机车呼啸而过 台三线89.4K额眉乡路段 连续两个大弯道 一旦车速过快就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这五年来已发生38起死伤车祸 去年前年很频繁的 都是车祸现场死亡的 我亲眼目睹 我觉得我们这一段路啊 现在也装了北上的车速照相机 当初我建议南北都要有 结果呢我们分局啊也建议 求我们南下 这次也是要将这个车速去 来给我们的地方啊 我们地方交通啊 有安全感 被当地人称为死亡路段的 89K到90K路段 限速60公里 短短一公里应有五个弯道 吸引重机骑士压车过弯斩计 常因刹车不及失控 冲撞护栏或电桿 甚至开到对象车道直撞来车 今年4月警察局交通队 设置北上测速照相杆后 效果显著 未发生任何事故 也采取车道缩减 设立方撞杆和化射机车道等方式 减少征道与跨越对象的危险 因此地方也争取南下89.4K 增设测速照相杆 而梅乡的台三线89K的这附近呢 从108年开始到109年 总共发生了将近五期的A1事故 那因为它也是弯道比较多 那也是大型重型机车 喜欢启程的地方 导致于这个地方呢 事故陈出不穷 所以我们在这边 装设了固定式测速照相 来遏止超速的行为 这一段路线 常常就发生事故 我觉得装这个测速 这个照相是非常的好 对大家也是 生命安全那些都有保障 测速赶11月15就会启用开拍 要降低车祸发生率 提醒用路人行车放慢速度 切勿压车 标速制造噪音 别跟荷包和自身安全过不去 跟踪骚扰防治法 今年6月上路 新美市警察局统计了 受理案件中呢 有超过八成是男性行为人 而八成六是女性被害人 其中呢 所牵涉到的家庭暴力案件 更是多数 因此特别呼吁民众 千万不要姑息 跟踪骚扰事件 勇敢说出来 让警察为你努力 深情地念出得奖绘本的内容 为的就是宣导富佑安全的重要性 曾经在戏剧节目中 扮演女警的艺人谢佩恩 出席担任今年新北市警察局 妇佑的安全代言人 并且大力地宣导跟骚法 可以透过艺术创作 也教小朋友怎么保护自己 我觉得非常重要 也非常有意义的事 所以我当然也想要 尽一点努力 然后来参加 直到现在 就是跟踪骚扰的防治法 在今年的6月1日实行 我觉得就是很重要 然后也很开心 就是大家有在关注 也有在保护富佑 同样遇过不愉快 跟骚经验 这一届的故事绘本 金奖得主陈彦兴 也以自身的例子来呼吁 要重视富佑安全 老师是一只 大家都会觉得 就是她温文儒雅的兔子 对比就是 一只大家可能会觉得 就是她是很邪恶的小狐狸 然后对应我现实生活中 就是我曾经有被我们家楼下的清洁工骚扰过 新北市警察局长黄宗仁说 富佑安全是警察则无旁贷的首要工作 其中包含了司法教育等市府的团队 都会共同合作成为社会的安全网 富佑安全是所有社会的根本 也是所有自然的源头 所以要把富佑保护好 才能把自然做好 新北市对富佑安全的重视是非常非常的 我们包括所有的网络 包括司法 卫政 设政 教育 全体总动员 新北有八千警察 我们愿意承担流血流汗 不计代价的保护这些富佑的安全 但是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安全网络 绝对可以把富佑安全最到最完善的地步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新北市的富佑受到危险 今年六月一号跟踪骚扰防治法才上路 新北市警察局就受理了两百多件的跟骚案件 其中牵扯到家庭暴力的案件有一定比例 如何在复杂的富佑保护工作中达成使命 同时也要呼吁民众跟警察一起携手协力 苗栗县的老宝贝是越来越幸福了 全县社区关怀据点呢 部件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二点四 县福为了加速社福启动 特别结合竹南中美里 公馆大树社区 大湖大辽社区 大湖五荣村 办理四据点联合接牌 预定呢 年底前会完成两百零二处的据点设置 大湖五荣站 大湖大辽社区站 公馆大树社区站 以及竹南镇中美站 等四处社区关怀据点联合接牌 宣告苗栗县社福资源衍生扩展 截至目前县福社会出统计 全县据点部件率百分之七十二点四 原定年度设置两百个据点 年底渴望突破目标 今天一百九十九十 签了部件的部分 他们都起身一耗 现在老书上帝都没来说 那些习近平以前 给它破两百 有两百零一 两百零一没有糖 二零二双双双双双双 二零二 所以一间韩约长退退五分 这个请大家知道 应该不会很困难 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说 能够好好的实质的照顾长辈 多时县长徐佑昌幸福领航计划 实证项目 社会处积极号召职工投入社区 服务引发长辈 结合共餐关怀访试 健康促进等活动 让长者享有愉快的晚年生活 今天这四个联合接牌到199 那接下来我们在下礼拜 也会在头份的头份礼 来接牌我们第200个社区关怀据点 那关怀据点主要就是 让我们健康的老人家 就是在布城五到十分钟的路程 能够来到我们的社区活动中心 或者是社团 来吃类似我们小学生的阴阳午餐 然后也在这一边做一些歌唱跳舞的一个健康活动 打发一些时间交交朋友 来延缓老化 然后增进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 联合接牌活动在大湖乡舞融社区活动中心登场 长辈们踊跃出席 展现健康养老的良好开始 也象征全县社区持续朝向幸福苗栗迈进 今天来到这古色古巷的地方 要带大家远离成效 嘎嘎嘎 蚊子这么多 小心肝染灯隔热 大家一起来清除支撑员 盆栽底盘 宠物饲料容器 要经常刷洗干净 避免温暖附着 屋后沟屋底排水槽 每周清理不阻塞 菜园除水桶要加盖 不使用的桶子要导致晾干 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瓶瓶罐罐要倒干净 再回收 预防灯隔热清除支撑员 大家一起来Action 阿公确诊了失支撑 这是我们感受 最低落的一个时刻 很多时候 确认 才会让我们更清楚 如何面对未来 善用政府的长照资源 帮助了我的阿公 也帮助了我的家人 这期新闻先带您看到 过去用来灌溉 现在是民众爱趣的清水公园 新竹县东新镇景观优美 去年光艺节 县府邀请了设计师 以灯具营造城市水上花园景色 而其中和庭亚运的作品 紫色浪漫 获得了雪梨设计银奖 成功的为新竹县拓展了国际知名度 黑夜中紫色荧光超梦幻 去年县府举办东新镇光艺节 国内设计师刘志良 打造和田亚运作品 获得民众好评 现在更荣获学历设计大奖赢奖 成功拓展新竹县国际知名度 那这一次呢 算是我们新竹县第一次 用我们的东新镇的水军公园 来打造这样子的一个 光艺节的一个活动 也获得非常多民众的一个回响 那这个设计呢 其实我们是找了国内 光地设计大师 刘志良老师 来帮我们做设计 那也很荣幸呢 能够在国际上 这样子算是非常知名的 一个设计大奖 得到了演讲的一个肯定 学历设计大奖是 国际九大城市设计奖之一 评审由180名全球设计专家组成 涵盖建筑、数位设计、室内设计等领域 新竹县去年首次举办光艺节 设计师利用多重灯具模组设计 营造城市中水上花园景色 开放水域透过金属、光学玻璃和灯光艺术 能与水面倒影产生虚实呼应 紫色浪漫、水镇景观 传达现代化城市与大自然共存美好 和田亚运作品赢得雪梨设计大奖中 活动及展览设计、银奖殊荣 让东兴村美名耀上国际 参赛作品遍及三大洲、九座城市、大多大自然共存产生虚实的 最喜欢家里的地方 在县城府这边还有各个地方 不管是公布或四公布 现在也会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 不管是在假日还是平常都会在这个地方 这里办很多的活动 所以说这一条水镇其实我觉得是台湾非常重要 而且能够保留下来的水镇 参赛作品遍及三大洲、九座城市、大都市 新竹县光艺节作品获奖 让东兴村不只是民众修气的水镇公园 也让世界看见竹县之美 2022年台湾建筑奖首奖得主揭晓 得奖的是桃园恒山书法艺术馆 恒山书法馆这个建筑 经过了评审团的综合评分之后 不但入围还获得首奖 接下来让我们透过镜头 走访台湾建筑奖首奖作品 感受它带来的安定力量 2022台湾建筑奖在2号公布得奖名单 桃园清浦的恒山书法艺术馆 从215件作品中脱颖而出 入围并读获首奖 另外艺术馆也荣获2022 全球卓越建设奖金奖得主 恒山书法艺术馆展现出 眷勇中带有淡淡的惊喜感 为喧嚣的世代带来安定的力量 艺术馆很荣幸荣获中华民国 全国建筑师工会所举办的台湾建筑奖 那这个奖其实也是台湾建筑界的最高奖项 所以恒山书法艺术馆非常荣幸能获得 那此奖我相信我们算是一种接力 因为这次奖项也是连续两年 都是由美术馆所获得 恒山书法艺术馆位在桃园大园区 与皮塘为零 建筑师以篆刻艳石为意象 将5个艳石放置在皮塘边 形成流动的书写景象 利用东方的和苑概念 将书法的意象用建筑表现出来 评审认为整体建筑呈现了安静 平和 稳健 有惊奇但不吵杂 在设计中拿捏得宜 书法艺术馆的建筑特色是 以古方钻印这个意象 然后以墨池跟皮塘的这个情境打造而成 所以当所有民众来逛我们书艺馆的时候 可以以一种走游式的方式 去浏览作品跟我们的建筑氛围 恒山书法艺术馆建筑群 利用桃围常见的皮塘环境化作墨池 巧妙借景融入 让民众重新认识皮塘地景 也将艺术美学融入生活中 桃围市大溪区两讲祠湖园区 从民国98年开幕到现在 超过了13年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整理 尤其铜像公园有超过300尊的铜像 有些早已斑驳需要来进行维护 而市府向中央争取到了2.6亿的经费 进行停车场更新 并且打造主题式铜像公园 预计年底发包 走进大溪两讲祠湖园区 多达300多尊的两讲铜像映入眼帘 诉说着历史的记忆 两讲祠湖园区从民国98年成立至今 超过10年以上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整理 台湾市封管处向中央 争取到2.6亿元经费 即将进行诊件 我们是跟交付观光局 争取到2.6亿的经费 我们到时候会对池湖这一块 做一些诊修 到时候就像这样 这个铜像园区的这个部分 到时候我们会做一个诊顿 像多于 因为现在是铜像太多 我们到时候会做一个精简 精简的部分 再加以重新的布置 诊件内容包括 池湖停车场的动线更新 园区内渗水问题改善等等 其中规划5000万 进行铜像公园诊件 毕竟经过长年的日晒雨林 许多铜像都已经斑驳不堪 接下来将逐一挑选 打造成主题式的铜像公园 池湖铜像园区里面这边将近 将近会连外面一直送进来 将近有300多尊的铜像 到时候我们会 逐一的来做挑选 这个部分 然后到时候就是 我们会将这些铜像 比较不适合的部分 我们将会放在我们的 那个到期档案室那边 就这样储存起来 这样子 然后另外的部分 我们再重新在 在这个铜像园区的部分 再重新再做 做调配之后 再重新对外展示下着 随着疫情趋缓 加上池湖打造夜间光雕袖 假日游客回笼 池湖园区诊件工程 预计今年底发包 届时完工之后 再早观光亮点 关心健康 但您看到高雄一位 19岁的林小姐 原本以为自己有事 非纹症所以去就医 后来经过仔细检查 才发现 竟然是乳癌转移到脑流 引起影响到了眼睛 眼科医师洪启婷就表示了 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病例 但是千万不要忽略了 身体发出的警讯 有症状就要及早就医 以免延误治疗 眼睛看出来画面 如果有出现这样黑影像是镜头上有脏东西 这就是非纹症 而非纹症是玻璃体退化的反应 耗发在40岁到50岁之后 不过有位19岁的林小姐也罹患了非纹症 但不是玻璃体退化 那非常仔细的检查下 发现到他的四神经的乳头有水肿 而且是非常早期不好看见 那一般来说四乳头有水肿 一般来说不是脑部有肿瘤 就是脑内压升高 或者是里面有些 比方说白血病等等之类的 那我就马上做电脑断层 那结果很不幸的发现到 他脑部的确在右后方有一个肿瘤 原来这名19岁的林小姐 发现自己的眼睛 突然出现非纹症症状 所以才紧急求诊就医 常常我们只是觉得 可能眼睛酸色这样子 但是也没有什么大症状 是刚好有几天 他就觉得说怎么有黑点 那我们就会联想说 可能是非纹症啊 或者是可能是太疲劳啊 滑手机看电视这样子 然后后来想说 还是去看一下医生好了 对 结果洪医师一检查 就觉得不是非纹症那么单纯 那洪医师也很快的帮我朋友 我那个妹妹 赶快转造一些检查 后来才发现说 怎么脑部有一颗瘤这样子 结果不是脑部的瘤 结果居然是乳癌 每个不同的影像 这个大概就是他们的肿瘤 经过医师仔细检查 发现脑部右后方有明显肿瘤 影响到眼睛 才会出现肆乳突水肿 在深入检查后 竟然是乳癌转移 经过半年的化疗 19岁的林小姐 还是不敌癌症过世 对此医师就呼吁 眼睛有症状药 赶快就医 本身如果说以前都没有肺纹症 那突然有出现肺纹症 第二个就是你肺纹症的数目突然增加了 第三个就是你肺纹症的形状变大了 就可以必须要赶快就医 你的原因还是要由医生去判断 那特别是高度近视600度以上 一般来说很容易变成一些视纹膜玻璃 或者是视纹膜病变 洪祈婷表示 证明林小姐没有家族病史 癌细胞又转移到脑部 长出肿瘤而影响视力 这样的病例真的很罕见 从绯闻症检查出癌症 证明了千万别忽略身体所发错警讯 提醒民众有症状就要及早就医 以免延误治疗 来看到新竹县竹东镇林森路的居民 长期深受困扰 都得忍受恶臭味 怎么说呢 原来住在其中一户的阿婆 长期捡回收物 堆置在家中不处理 多到连家门口都被挡住了 环保局汇同的清洁队前往来清理 清除了有四顿 而且还有三分之二还没清除 杂物垃圾堆满屋挡住出入口 得向蜘蛛人用爬的才能进家门 竹东镇林森路一户民宅长期堆积回收物不整理 发出症状恶臭 邻居不堪其扰 环保局会同竹东清洁队前往处理 可能老人家外面拿回来的东西 无法一次天天送到资源回收去贩卖 但是长期以来造成我们这附近的居民的一个困扰 很多菜叶厨鱼面包屑面包的那个康康那些 他就是拿那些回来然后拿便当盒回来 我们常常跟他讲说拜托你不要这样子好吗 囤放各式杂物影响环境 甚至有蟑螂乱窜场面惊悚 主动正清洁队出动亲民人力 一辆垃圾车两辆回收车 共清出四公吨废弃物 仍有三分之二垃圾尚未清除 将再派人继续清理 原来阿波长期捡回收物为生 多年丧富后堆积物更多了 把回收物堆至出入口影响通行 天气炎热时发出恶臭味 飘散到邻居家内 以及半夜处理回收物制造噪音 附近住户苦不堪言 儿子媳妇劝阻 甚至被赶出家门 他开始在堆 我跟我老婆结完后 开始帮他拿去卖 卖完了之后 速度没有他捡得快 对 然后捡到就是后面 就是被我妈赶出来这样子 在堆拿回垃圾 你知道吗 又不拿去卖 然后堆子在家里面 万一火紧的话怎么办 很危险 会不知道人们很烧 环保局先前依 违反废弃物清理法 开罚1200到6000元 这次取得屋主同意后 依法进行清理作业 若继续堆积 就怕造成公共危险 带来更大影响 聘雇外籍看护工家庭 也可使用长照服务 外籍看护工请假时 可申请喘息服务 专业人员到宅提供照护指导 或沐浴车服务 交通服务接送长辈到医院 巷弄长照站等据点 辅聚及居家环境改善提升生活品质 更多资讯可播1966长昼专线 或至卫福部长昼专区查询 欢迎回来到新闻现场 桃园市选修新著名语文的学生人数 达到有3000人 开班数也超过了有1000班 为了充实教材 教育局首创新著名语互动教学影片 以七国新生到线上授课 提供学生多元学习管道 也提升自己自主学习的能力 桃园市原住民人口 虽然是全国第四 但今年度选修新著名语的学生达3000人 开班数也超过1000班 其中以选修越南语为最多 其次是泰国 印尼 菲律宾 为了提供更多的教材支援与选择 桃园市教育局首创原住民语互动教学影片 透过七声道 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 影片里面其实从最基础的词汇 智慧开始 我刚刚学到了 就是印尼化谢谢的意思 就是非常好 我觉得学习他国的文化 对于他们的理解非常有帮助 桃园市目前有125位新著名语文教师 经过选拔后选出12位协助拍摄 包括肢体语言 走位 口语表达都经过训练 耗时一年的时间 完成了40部互动式教学影片 什么时候要讲 什么时候要停下来 那自己要看一下学生 因为这是影片要让学生去学 我们自己在讲之后 要稍微停留一段时间 因为要让学生在镜头前面 他们也可以怎么样 做个复习一起跟老师一起朗读 不是新二代的那个新著名的孩子 学习我们新著名语 或者有一些对我们新著名语有兴趣 对我们新著名的文化有兴趣的 都可以看着影片学习 40部教学影片每部约10分钟 对应新著名语文教材的每一个章节 方便师生运用 影片将上架在教育局国中教育科YouTube频道 同时上传桃园智学霸学习平台 提供给各界参考运用 不但可以学语言 还可以理解多国的文化特色 先天软骨不群震也就是小小人 让新竹县青年庄凯勇 这身高只有130公分 但是不影响他的志气 不仅长期关注废弃空间活化 地方创生 贫乡教育等 还担任教练推动生长儿童棒球 获班十大杰出青年 总统蔡英文亲自接见 横山上大山北越青年庄凯勇 突破身体先天上限制 长期关注废弃空间活化 地方创生 偏乡教育等 货班十大杰出青年社会服务类 肯定他勇敢实践梦想的精神 庄凯勇青年 他是从台北到我们新竹县恒山乡来居住 在这边也是带动了地方创生 把我们恒山乡的空腔国小 一个废弃杂烂不堪的一个国小的校园 他把它打造成一个大山北越的一个文创园区 我们专注在在地的社区的耕耘 然后特色农产品的开发 然后还有像是我自己有在打棒球 也有在教一群生长的小朋友去 练习运动 然后去认识自己的身体 那也在实验教育的这样子的一个学校 去带领大家去做偏乡的教育跟探索 对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综合面向的一个评估考量 就是在这个社会上面的影响力 那我也期待说 过去这几年累积下来超过400多场的演讲 那也希望说可以透过自己的生命的力量 去影响更多的生命 每年选出据卓越表现与社会影响力的 十大解除青年树立楷模 今年迈入第六十届 新竹县获奖的32岁庄凯勇 因软骨发育不全 身高只有130公分 但不影响他的志气 不仅改造大山被废弃小学 用创意活化旧校舍 还整合在地物产做串联 找到服务的价值和改变的力量 更首创橘子博物馆 让农特产被看见 一次棒球赛缺人 让他有机会站上打击区 发现原来可以翻转劣势 还打到身杖棒球国家队出国比赛 我的那个好球带很小 投手怎么投都投不进来 就那样子开始认识的 原来可以翻转劣势 大家眼中的缺点 其实未必是缺点 你换个角度来想 也可能是优点 所以我就开始很认真的打球 一直打到 身杖棒球的国家队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去到日本去参加了 世界身杖棒球的比赛 我们甚至打败了美国队 用自己的生命力量影响更多生命 庄凯勇现在还推动身杖儿童棒球担任教练 让孩子热爱棒球拥有成就感 郑民不放弃 勇于挑战就能开创出一片天 造势活动 政见说明会少不了炒米粉 供完汤 而这些食材很多都是来自于苗栗县 头粪市尖山米粉街 过去每逢选举都是功不应求 但是随着政坛新秀崛起 候选人展现新意的选项变多了 米粉需求减少了大约有五成 也凸显出了传统选举文化逐渐改变 造势大会问政说明会结束 紧接着登场的任务 古美食炒米粉供完汤最受欢迎 民众期待也是候选人表达感谢之意 厨师就得进调细选 下那个油 下那个韭菜 然后那个味精 酱油 还有那个水 比例都差不多 看你多少我们都是习惯的 不一定 用抓的 米粉比较 不会那个 火不要那么大 面也一样 那个面也更会靠大 那个会 那个会要控制 每年选举的前一年 头粪市尖山米粉街工厂 必须库存米粉 以因应县县内各大选举活动 成为选战必备的一大压轴 店里的人排队来抢米粉 以前要来抢米粉 最近米粉工厂持续赶工制作 不过随着热食种类增加 像是油饭炒面以及餐盒等 相较过去会场而言 米粉需求量减少了五成 七年崛起 选民知识水准提升 选举文化改变 造势活动炒米粉逐渐失回 这些传统热食 也不再成为选民投票的依据 而是回归候选人证件承诺 是否能让地方进步 疫情冲击之下 社福团体募款不容易 华山基金会苗栗现战 为了明年农历过年年菜来做准备 970份的募集时间剩不到三个月 三亿乡铁道自行车的业者 率先认住100份 象征爱老人爱团圆的公益行动 正式启航 戴上站长帽准备就绪 旧山线铁道自行车出发咯 也象征爱新年菜募集行动的公益列车 正式启航 为明年农历新年做主准备 华山基金会苗栗现战 获得善心企业的帮助 一口气认住100份 我们三亿地区来启动 这次的联菜的募集 希望各听众有听到我们华山基金会 赶快来协助我们来募集 我们这次的联菜 所以我们就是一口气就捐100份 其实这个是我们带动者的一个心意 最主要能够刨庄引益 来更多募集我们三亿的 协助我们这个志工 能够赶快达成我们的目标 周车劳断加上年纪大了 行动不方便 买菜由华山镇长或职工代劳 摊贩自动减价 照顾长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但多达970份的年菜 在疫情冲击之下 对基金会来说是一大挑战 每次的年菜活动就是要 筹募一年来年的活动经费 来开始募集一些活年菜的经费 还有我们的服务的经费 那今天明年呢 我们预计在1月份 要送出970份的一个年菜 华山镇年菜 可是呢我们也很需要说 来筹募的服务的经费 来透过这个 一开始尤其是今天一个起行活动 来筹募我们来年一个活动的经费 还有一个服务的经费 来帮助一些长辈们 长辈常年遮掘也不停歇 而第二十届爱老人爱团圆 年才募集仅剩不到三个月 希望串联社会大众善的力量 完成新年任务 单森属于高经济价值的农作物 苗栗县政府去年 借由学习型城市计划 引进示众 而今年呢 在院里镇西湖乡推广 3月起陆续开花 现在正式采收期 不仅能运用在清洁用品制作 还可以食用入菜 而要如何料理呢 透过镜头带您一块来一场先 戴琪斗笠 阿昌哥直播出任务 这回来到院里石正里 解锁如何种单森 苗栗县是全国学习型城市 计划的示范形式 从前年陆续在兆桥院里等地区 辅导农民示众 全县目前有1.47公顷 征选六位的青年农民示众 所谓单森啊 顾名思义 喝起来 有点那种人生的这种感觉 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来推广 这一个高经济的一个价值的 一个农特产品 希望能够实质的来增加他们的收入 单森三月份起陆续开花 乍看之下有点像薰衣草 每年11 12月份进入采收期 强调有机栽培并建立产销履历 我们都是希望用有机的方式去栽种 因为既然就要吃养生了 我们就希望我们吃的东西又更安全 就秉除掉 现在进口的问题就是有种金属 有些农药残留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用有机的方式 然后种新鲜的单森 然后仙材的部分 我们来做这个 做料理 做食用 不但是中药材 以现实还能够变化出 各种不同的养生药膳料理 只要是干燥 目前规定是这样 它干燥完之后它就是药材 所以一般我们在推的时候 我们都会希望是 大家是用新鲜 就买我们鲜材的部分 然后回去做个简单的料理 它养生 其实这样子 你会吃到最直接的 那个它所有 我们所谓它的有效的成分 单森陆菜 让料理更加澎湃 端上桌 展现出苗栗县福岛青龙的丰富成果 进一步打造养生食用品牌 地震 抗震三步走 DCH 趴下 掩护 稳住 若在其他地方遇到地震 怎么办呢 办公室 没有桌子时 在床上 在商店 在教室 在路上 在郊外 在车上 在电影院 最大主板 来 我给你 走 小心 小心 年轻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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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快 找电话了 在1966的协助 从妇能照护 服务的协助 以及 我的高血压 高血糖 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 都一一得到了帮助 现在 妈 跟我的孩子 去庆祝了 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桃圆市环保局 鼓励民众消费的时候 自备环保杯 而节日起到年底 每周五 拿着自己的环保杯 到特定店家消费 除了享有五元的 自备环保杯折扣 还可以加码 获得环保局的五元奖励 等于一杯饮料 就可以直接省下10块钱 使用一次性的饮料杯 虽然便利 但对环境 却是沉重的负担 为了减少饮料杯的使用 桃圆市环保局 自110年起 先与市府周边的 饮料店级超商 合作示范循环杯的使用 推广至今 已超过8000多杯的 使用次数 已有36间的合作店家 希望到年底 可达到40间的合作数量 今年9月的时候 我们有推了一个 好康加码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的话 最主要是礼拜五 你去借用的时候 那购买饮料 使用这个循环杯 有10元的一个优惠 一直到年底 为了推广市民朋友 使用环保循环杯 来达到垃圾减量的目标 即日起到年底 桃圆市环保局推行 五告环保循环杯 省失便利又减费的活动 每周五到合作店家 使用循环杯 就可折抵五元 环保局再加码折五元 就有10元的折扣优惠 许多民众对循环杯 是否卫生有所疑虑 环保局也回应民众 都是清销过后 才提供给民众使用的 可能消费者都会担心说 有关于循环杯的这一个 清洗或者是卫生的问题 那这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环保局都会负责收取 然后运送之后 送去做清洁还有消毒 那店家配合的店家 最主要是帮我们做一个 上架跟归还 根据环保署统计 台湾美人平均一年 就可用掉155个饮料杯 光是桃源市一年 就可达到3.5亿杯 利用循环杯与自备环保杯的好习惯 来达到源头减量减速的目标 台中购物节开打 买买买之前呢 家里的旧衣服该何去何从呢 台中市环保局举办 衣锦还乡活动 设立了五个回收据点 邀请民众把家中不要的旧衣服 拿出来回收 减少垃圾量 也创造资源的循环 而完成拍照等四项指定动作 还能筹好礼 逛街shopping买买买 时尚服饰太旧换新 速度有点快怎么办 台中市环保局举办了 衣锦还乡活动 邀请民众把家中 穿不到的旧衣服 投入回收箱 快时尚的流行之下 环保局呢 在110年就回收了4196公斤的回收二手衣 推出了这个衣锦还乡藏宝去的活动 那我们欢迎民众在就衣回收的时候注意一下 衣服不要有破损 脏污 黄字 还有一些起毛球的现象 那简单整理干净以后 就可以到这些回收的据点 在我们的环保局脸书 打卡分享跟按赞 可以抽中好礼 就是商品礼券 那最后呢 这些活动回收的就衣 我们也会捐赠给 一店福利基金会 还有相关的弱势团体 一共有5个回收据点 像是在知名百货的快时尚服饰店门前 以及环保局的宝之林 大大的木箱拉开盖子 里头已经有不少的二手衣物 到11月30号之前 不限衣服品牌 民众只要完成回收拍照 留言按赞等指定活动 就能获得抽奖机会 现场也有民众带着就衣 抢先来体验 我觉得蛮好的 有时候我们要在外面找 资源回收的那个益桶 都找不到 所以如果刚好来逛百货 有这个益桶的话 就是你来买东西 还可以顺便放这样 这个参与是蛮好的 因为有在好环保上面 有看到这个讯息 我想说之前的 就衣都没有用到 我想说如果可以捐的话 真的可以帮助到其他 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我今天带了一件 短袖跟短裤 就是因为有变胖 所以就把它拿过来换 就给更需要的人 对 瘦的人比较多啦 不管是变胖穿不下 还是太渴望想买新衣服 把家中还完好的就衣 投入回收行列 衣锦还乡 不仅可以减少垃圾量 还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饮料一条街 再也不是奇观了 带你来看到 这是台中市 丰园建成路上 有百元减法一条街 短短百公尺 就有八间能够选择 百元减法的服务 虽然是不比现代法郎 来讲究时尚 但是呢 便宜高效率 也吸引了当地 40岁以上的民众 前去快捡 成了当地的奇特景象 在台中火车站附近呢 之前因为有一整排的饮料店 被称作为饮料一条街 而在丰园呢 也有一个另类景象 但并不是饮料店 而是一整排的白元 快捡理髮店 相当奇特 这一座位在台中风源建成路上 可以望过去不到一百公尺 就有八间百元快捡理髮店 虽然不比现在法郎讲究时尚 但是便宜高效率 吸引当地一票死忠顾客上门 他们生意超好的 加入都要排队 对啊 每家都生意很好 快速 又很快速 然后又 又很便宜 一百块而已 实际走到店内 利用剪刀整理 流畅的动作 一颗头短短几分钟 就大功告成 但服务尚未结束 还能够修眉毛 一条龙的服务 保顾客满意 就是因为快很准的技术 吸引当地40岁以上的民众消费 一天上午课完成20颗头 这也让建成路上 成了理髮竞争的街道 这里真的很竞争 因为你看这一排 就大概有八间店了 然后加勒服务里面也有一间 简单的修眉啊 这些 这个是百元的服务 这里主要都还是固定客比较多 万物起长的世代 快捡理髮厅 却只要百元 经济又实惠 不仅展现当地减发产业的 屹立不摇 更为丰原地区注入新看点 阿公确诊了失智症 这是我们感受 最低落的一个时刻 很多时候 确认 才会让我们更清楚 如何面对未来 善用政府的长照资源 帮助了我的阿公 也帮助了我的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会被罪重处罚十五万 并吊销驾照哦 那边哪里好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违规拒解逃逸 重拔加扣照 致死伤 吊销驾照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交通部观光局正在举办 台湾好汤金拳奖票选活动 苗栗县文官局要约民众每天每人一票 唯一投给泰安温泉 不只留下荣耀 也让好汤更广为人知 而参与投票后续还能抽奖 活动到12月31号为止 苗栗泰安温泉是县内观光热点 好名气还需要大家支持 抢下金拳奖最佳宝座 那欢迎大家 每天都有一票的机会 可以来票选我们自己 苗栗泰安的这样的温泉 那苗栗泰安温泉 其实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而且在去年 也荣获交通部观光局的十大好汤 跟我们票选 第二名 全国第二名 以及经过学者专家来访评呢 也是我们最佳CP值大奖的 这样金奖的殊荣 泰安温泉为碳酸清纳泉 水值透明滑润 这次投票已开跑 几日起至12月31号为止 每人每天可以投一票 文官局邀约大家 唯一投给泰安温泉 让十大好汤的响亮名声 能够延续下去 截至今天11月7号 那我们泰安温泉 目前大概是以4304票呢 那领先第二名的 郊西温泉 那他的票数是3432票 大概领先900多票 那希望每一天 大家都能够来努力 帮泰安温泉加油 参与网路票选活动 还有机会抽智慧型手机 年底前大家加把劲 增加中奖机会 也想办法把荣耀留在苗里 有菜市场金马奖之称的 经济部乐活名摊评选 今年全国一共有71摊 公有市场的摊贩 是获得了五薪评价 其中有一摊 是在新北市永和永安市场内 做的还是很有特色的曲奇饼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带您来了解 它能获奖的原因 鼓励公有市场摊贩 维持环境品质 展现摊位特色 经济部举办有菜市场金马奖之称的 乐活名摊评选 其中获得最高五薪评价的 全国仅有71摊 其中一摊就位在永和永安市场的 木爵取奇饼 为了做出健康美味的饼干 老板对于环境卫生 原料与人员健康管控特别注意 因为这边靠近市场 所以一些像蟑螂老鼠类 我们都会特别去防治 像一些定期消毒之外 我们每天就是会把一些相关的糖粉 那些都会彻底的洗干净 就是以防止会有蚂蚁蟑螂那些发生 然后我们定期的一些消毒都有在做 取奇饼共有原味 奶油巧克力与红茶三种口味 老板坚持选用天然原料来做饼干 不仅不放防腐剂 也不额外添加香精 选用法国高级发酵奶油 每天新鲜出炉 让顾客吃到最天然美味的曲奇饼 坚持就是不添加任何的化学药剂 所以我们的奶油就是会 就是选择会比较好一点的 让它有保持奶油的香气 那像我们红茶口味的话 我们那个茶粉就是以低温研磨的那种 就是纯茶粉 对所以我们的东西就是真的就是 无添加 然后就是属于天然的健康食品 对然后也就是少糖少油 就是多吃比较不会有负担 曲奇饼铺开业五年 不仅连年获得不同奖项 更是连续第二年获得乐活名摊五星评价 证明实实在在做好味道 绝对会受到掏客的支持 经过小绿叶蝉叮咬制作出的东方美人茶 喝巧天然果蜜香茶运 新竹县茶农杨瑞龙靠着40年制茶经验 茶园的湿度与用肥管理 做出优质好茶 参加全国东方美人茶的评鉴赛 赌下了特等奖 让全台看见额美好茶 县长杨文科特地在主管汇报 颁赞特等奖编额给优秀茶能杨瑞龙 肯定他参加今年全国东方美人茶评鉴比赛 荣获特等奖 让全台看见额美好茶 种茶以及制茶已经都有三四十年的时间 非常的认真 而且公众的茶园的面积也达到十几公顷之多 那他因为他在地方上成长 熟悉这个茶的生态 所以他是可以讲是非常有专业的 雨水也很顺 那不管是下茶还是冬茶 那这个茶叶的品质都不错 那尤其在我们小绿叶蝉叮咬 也就是着眼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非常不错 尤其是即将在十二月份 我们要举办的新竹县的东方美人茶 冬茶的比赛 目前所有的茶农都磨到祸祸祸 全国东方美人茶评鉴赛在桃园市举办 现任桃竹苗双北各地 共七十七名茶农和茶厂参赛 每一点十斤 参赛点数共有三百七十三点 最后评选特等奖一名 头等六名和二等三等奖共三十五名 其中拥有四十多年制茶经验的 额眉茶农杨瑞荣 栽种十二公顷茶地 重视土质原间湿度管理 让小绿叶蝉着颜多种出好茶叶 人工栽取一新二叶 制成优质东方美人茶 喝起来有着天然果蜜香茶运 或评审一致肯定拿下特等第一 越长叮咬越多就越好 所以我们才在做茶方面 就是很注意这个农药使用方法 一定要友善管理 不要用农药太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做茶 一定要天气要好 我们这个施肥也是很重要 相较去年 今年点数多了一成竞争激烈 杨瑞荣从小跟着祖父做茶 已经是第五次拿到特等奖 用心致茶让平民人士喝到最优质的东方美人茶 新闻之后看到常见的行道树中 台湾蓝树可以说是最能展现四季分明的了 那么由于高雄是位在了热带地区 随着时序进入了秋冬之际 市区街头种植的台湾蓝树 也呈现出了美丽的秋红景致 为城市增添浓浓秋意 透过镜头我们一块带您来欣赏 时序缓缓进入秋冬交界之际 随着日照缩短 早晚气候温差大 向来四季分明的台湾蓝树 悄悄脱下了绿衣 换上艳丽金黄的色彩 为高雄市街头增添不少 深秋景致 高雄市街头少数四季分明的台湾蓝树 目前树叶已经从绿色转为金黄 甚至红色 这也代表时序已经进入了深秋 也就是说冬天的脚步就在不远了 其实它是台湾原生种 最主要是它的花色 它从绿色变金黄色 再变红色 再变冬天的褐色 它是整个整个四种颜色 每年都会持续在做一个变化 目前如果就我们现在的 现在的天气的部分 台湾蓝树已经从红要转褐色了 因为接近在快接近冬天的部分 它已经持续上已经变到这个计划 如果是其实以台湾蓝树 它每年它初秋的时候 它就会从绿渐渐变为金黄 差不多8月9月那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变化了 台湾蓝树是台湾特有的原生树种 又称四色树 剩下十节树叶茂盛翠绿 到了秋冬交替又会转为红色 色彩变化分明 由于台湾蓝树抗污染性高 生根性不易树导 又能遮应具有吸收噪音效益 是相当优良的行道树种 台湾蓝树里面 它从落叶 冬天的落叶 到春初秋的时候 开始发叶 发生线绿色的绿叶 再来就开始结果 一直到延续在冬天 它是整个一年世纪 在不断的循环 就是因为它有循环 它又是原生种 它在循环的时候 在冬天有时候落叶 会把一些污染物 互走在页面上的污染物 整个掉落 回归到土坊里面去 日户年户一年的部分 它一直在做一个循环 养工出表 是目前市区民权路 魏武云都 魏公云等地 都种植了成牌的台湾蓝树 想要一览黄花 红果及绿叶 交织的缤纷紧致 来这些地方走走 保证会有令人惊艳的收获 以上就是今天的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陈湘怡 谢谢您的收看 Tnews联播网明晚八点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